决赛的第一场上海金败池对宁波海天速击 那么现在场上进行的是第三盘的双打比赛 是由上海的王丽琴上坤 对宁波海天的延安和小将林高远 在前两盘的比赛当中呢 是宁波海天速击2比0领先于上海金败池 第一盘马龙战胜上坤 第二盘是延安胜了许欣 李小冬教练 现在上海队局势是0边落后 如果想翻盘 实际上接下来就要看上海的灵魂人物 王丽琴老将究竟能够发挥多少作用 这场双打来说 应该从技术含量来说还是势均力敌 但是从比赛经验来说 应该是上海队更好一些 那现在虽然就说从技术这种水平来说 可能许欣是上海队的一号 但是王丽琴作为一个老的世界冠军 跟上海队的这个队长 他始终应该说在这个队里是一个灵魂 还能起到这种稳定军心的这种作用 尤其在这个新进这个全会当中 王丽琴这个团体不败的这种成绩来说 给这个全国球迷 在这个当中我有很多球迷 大家对这个反响非常好 你说王丽琴能够坚持到35岁时间 还有这种水平来说 真是不容易 现在王丽琴继续向我们书写着 不老的神话传奇 因为他这个记载住身体各方面 保持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 一个就是王丽琴他这个本身身体素质就好 而且他这个运动员职业道德比较好 第一个是不出烟不喝酒不熬夜 而是每天坚持系统训练 每天坚持这个体能练习 所以王丽琴那个他的身体素质 他的这种运动能力 帮助他这个技术水平能够保持到今天 甚至在每个环节 因为随着年龄大 他的悟性越来越好 虽然就说没有年轻时候这么神勇 但是他现在可以说是比较老辣 积累了很多这种实战经验 好球 和延安配合的小将呢 叫林高远 是1995年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保安区 4岁就开始打球了 14岁入选国家队 2010年呢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场 夺得了男子团体的冠军 李日导您对这个小将肯定也比较了解 能到宁波队这个冠军球队 我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年轻人 给我们介绍一下林高远情况 林高远他是广东的选手 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 我去辅导我就教过他 当时我都忘了 最后他爸爸妈妈碰见我 说林高远七八岁的时候 您教过他 他一直还记着 就是林高远这个小孩来说 运动天赋终上 不是最好 终上 但是他的运动员 特别刻苦 特别认真 就是想打好球的这种欲望 特别强 所以就是说林高远有点像王立奇 身体条件比达里要差一点 但是他这个基本功很扎实 训练很刻苦 自己管理 自我管理也很严格 他现在要突破的 就是说他要加强一种胆量 加强一种灵气 因为林高远的打法 也是以速度跟变化为主的一个打法 因为他观众可以看 他的身材不是很壮 但是他比较灵 所以他的速度感很好 脑子也不笨 开局是王立奇尚昆 一直有两分的优势 现在比分是延安林高远反超 9比7领先 这个球就是说赖强 9比7领先的时候 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什么有时候叫 叫主帅 叫领军 叫灵魂 就在这种观念的时候 你不能丢 所以你看延安丢一个林高远跟着年轻队员 他有什么心慌 所以这现在啊 就是像延安这样的运动员和最顶级的选手 他的差距 实际上就是9比7那个球 对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和绝对主力选手之间的差距 这个球要搁着 搁马林 当年的状态是吧 正常状态 这个球是绝对 都不会丢的 不会丢 绝对不会丢 现在打成9平 慌了 林高远这两分都是在犹豫当中探索 探索的出手啊 没有那种提前的判断 这种双打很难 因为他是三打两胜啊 决胜局又是7分球 他打的不是这种实际水平 打的是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这种心理状态上应该是宁波队占有优势 因为在前面两场单打2比0领先 哎呀 这个球是一个低弧线的中远台的反拉 延安这把球很准确 这样延安和林高远拿下了第一局 其实刚才啊 李小冬教练我介绍就是王立琴呢 应该说是整个队伍的这个灵魂人物 所以在这样队伍的一种困难的情况下 王立琴呢 就是看看他的能量能发挥多少 大家看到宁波队的朱世贺 今天虽然还没轮着出场 今天出场的他是第五场啊 如果打不到第五场朱世贺就不要出场了 但是朱世贺来自韩国 在03年获得巴黎士兵赛的男子丹兰亚军 同年加入了拼超联赛 代表四川 那么在拼超联赛当中啊 摸爬滚打了十年 真的有超强的生命力 可以和王立琴相提并论 另外 朱世贺现在这两年 他拿冠军呢 他前年代表这个 山东鲁能冠军 去年宁波代表 决赛跟侯英超落后一队 他立功了 他立功了 去年他跟上空落后一队 他又赢了 他又立功了 可能朱世贺他也是原福将 所以哪个兵超都 哪支队友都挺欢迎的 从第一局看 两边发挥来说 从宁波海天的最 因为林高远跟延安毕竟年轻 所以打球来说 尽管有数不太合理 但整体来说要比 王立琴这种组合 要打得要快一点 凶一点 所以这个 金麦池队要想反败为胜的话 现在你再四平八稳来说 可能就机会不多了 所以作为大力来说 可能要 好球 你看这种球 太漂亮 人家打得都非常强势 大力要带动上昆 也要强势掉 现在就说的 尤其是第一板上手质量不够 让对方反拉加力太多 你看这种球 这种质量都不够 必须要强势 必须要发力 这两个球 延安还是不错 这个球 他打这种积极的防守反攻 效果非常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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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啊 好啊 成统权务而出台的加厉发力 也是参加本领 这场双打刚才李小冬教练给大家介绍 延安和林高远还是要发挥这种年轻运动员的冲击力 他们的强势进攻 不符合常规的一种进攻 另外呢王立琴上坤 这块就是要克服这个一些球过于稳健 尤其第一板上出质量一定要有保证 这样延安林高远第二局比分追成了五平 所以这里就没准是吧 你看这个球既要凶还有一定的紧绝性 这个来说对于上海金面池队就有一定困难是吧 你看刚才那个林高远好像八球变了一下 还逆上去让王立琴第一个挑度 第二个挑的也没质量 场上的形势又出现了变化 就是宁波俱乐部呢在大比分2比0领先之后呢 第三场的双打看似很下风 相对下风应该说 但是又能够把比赛打成这样也很不容易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画面上宁波海天俱乐部的教练是刘国栋 刘国栋呢是刘国良的亲哥哥 以前刘国栋也做过国家女队的男帮女 幕后英雄 后来到新加坡这管的女队也管成世界亚军 这个新加坡女队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底子 好球 你看现在这个球就是上海对现在就是目前为止 还是先上手进攻 打到最后 你看就说有点让这个延安跟宁高远有点劈头盖脸的感觉 是 就是在机球质量在速度上 对吧 人家宁波队站的是近坦 上海队站的是中坦 是吧 机球质量人家更快更重 现在有些乱了 上海队整个势头啊在下降 这个球是5比2点先连输7个了 这样宁波海天速机 现在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 这样双打比赛结束了 延安临高远战胜的王立琴和尚坤 拿下了第三分 这样整场比赛 宁波海天在课场 就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运达的首领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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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今天 公布一奥圣评议 马上来的一场比赛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小五条 一世到宁波去 还有多少 我们希望上海这段时间 我们都在这边多 与我们的产业传议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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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